各位兄弟姊妹,新冠疫情已轉入了第三個年頭 大家可能都不可以參與四場期的實體禮儀活動 為了使大家都能夠在這個疫情期間 能夠在靈修上好好地準備自己的心靈去營治復活節 我花了一些時間為大家準備了一個主題 就是教宗有望保禄二世講關於痛苦的意義 希望對大家有所得意 我們現在正是生活下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 由於疫情種種的關係 人類的身心靈各方面都受到極大的挑戰 苦不堪熱 大家都會在有意識 有意無意中發出了這句呼聲 人為何要受苦呢? 交通日望保禄二世是一個最有資格解答這個問題的人 因為他曾經經經歷過家散人亡的童年 做過鐵路工人 戰爭的迫害 逃亡等等 短短短短短短短地完成了他神學的課程 才能夠成為神父 最後成為教宗 甚至聖人 聖教宗 藥望保禄二世 其間也都曾經被人槍擊重傷 晚年又受到疾病纏繞 但他堅決反對安樂死 以身作則 效法耶穌獻祈祈祈祈祈救熟性的愛 給我們效法 所以今年的四旬期,我致落了教宗在痛苦的意义,一些内容,作为我们在四旬期里面,灵修默想的分享, 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安心地度过这个苦恋。 是痛苦的念。 这个题目,痛苦的意义,可以分成六讲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讲的题目是,生活就是受苦,to live is to suffer。 教宗遥望保禄二世,他认为,受苦是一个宇宙性的问题,或者是宇宙性的议题。 他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共存的。 教宗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逃避痛苦,或者受苦这个事实。 因为生活就是受苦,一个令我们受伤和流泪的事实,会给我们很多教训。 第一,一点一,记得我们人类的故事。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记得着很多人类受苦的事实, 疾病、战争、仇恨、压迫、贫穷、死亡等等 所有这些始终有人类以来就已经与人共存 身为基督徒我们从圣经得知 我们的元祖父母阿当阿华 因为满用自由 不服从造物主天主的旨意生活 也向有或者魔鬼撒旦低头 结果就将灾难 即是痛苦 引入了人类的生活当中 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痛苦的丑陋面具 不断地以不同的形式 出现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 在旧约时代中 包括有佳音杀死他的弟弟阿伯伊 是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 若是被疾渡的哥哥出卖 以色列人在埃及被造苦工 若白无辜受苦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未为此罪行受到严厉的惩罚 新约有记载 耶稣诞生之后没多久 因为哈罗德王怕耶稣是犹太的新军 会威胁到他的皇位 于是就下命令 杀死两岁以下的婴儿 开始了无辜者被残害的悲剧 教终会引导我们去明白 无辜受害者的意义是哪里 新约有记载 耶稣在他公开生活当中 不单止以同情心 亦都以实际的行动 医治在痛苦中生活的人民 既有盲人巴尔提玛 他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 得到重见光明 伯父长的伯人患了绝症 结果得到传愈 伴血流病的苦人 在很多的羞恥和无助当中 能够回复正常 这些记载都告诉我们 耶稣的一生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减轻 或者医治人类精神上 和肉体上的痛苦 圣经亦都告诉我们 耶稣的一生 曾经有无数次 面对人生受苦的经历 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他曾经为他的好朋友 拉着六流内 最后复活了他 证明他是复活的主 愿意带领人类 进入复活的将来 祂也曾经在港湿 证明他曾经在港湿 证明他 证明他 给我们勇气和力量 去面对人生的挑战 耶稣都要经常被好朋友出卖 受好型的折磨 写在十字架上 祂也曾经要求 跟随他的人 要有勇气 面对类似的考验 才能够进入天国 到了今时今日 痛苦 仍然好像瘟疫一样 今天来说 Delta也好 Omicron也好 是不是都是相似瘟疫呢 痛苦 仍然好像瘟疫一样 传给我们 正如圣保六中楼 他说 因为我们知道 直到如今 一制受造物 都一同探饰 同受铲痛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二切 今日的传媒 互伦网 报纸 电视等等的报导 都令我们无法只忘记 痛苦 他们详细地向我们解释 痛苦 如何好像无尖一样 厚厚地覆盖着整个宇宙 我们每天都见到 饥荒 种族屠杀 战争 恐怖主义 堕胎 贫穷 谋杀 和种种邪恶的事 都笼罩着整个大地 有何保禄以细说 痛苦 似乎 亦都是事实 几乎没法只跟我们人类分开 或者可以说 生前中最可怕的挑战 就是受苦 它是我们人类历史故事中必然的一部分 第二点 1.2 罪的根源 根据创世纪的记载 人受苦的根源 是撒但 和元祖父母的抗命 揽用自由 破坏了整个宇宙 阅读创世纪的故事 我们知道 天主创造世界 并没有计划到 要人受苦的 痛苦和死亡的存在 并不是天主的意愿 而是人的罪行 带来的混乱的结果 原罪有两个意思 第一 第一 就是 它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原祖父母的滥用自由 将痛苦引入世界 正如保禄中读说 正如因一人的叛逆 大众都成了罪人 同样 因一人的服从 大众都成了意愿 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 第二 原罪 也都是指人的本性 human nature 这个本性 也都变了质 人变成软弱 眼睛 看不见真理 经常被邪恶的事吸引 缺少了行善的力量 如王保禄二世 他说 痛苦 折磨我们的人生 要接受痛苦和死亡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 这些就是等于 要我们接受 我们不同形式的脆弱 包括我们意志上的脆弱 我们都渴望能够从邪恶中跳出来 回复自由身 所以当我们受考验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原来我们真的需要救赎 需要救恩 福音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 已经准备 切给我们救恩 他被称为 新阿当 因为他有能力 将一切重回正轨 但是 既然基督 有能力 将一切重回正轨 这样 我们为何仍然要受苦呢 耶稣曾经对中道提示过 直到他光明再来之前 世界上 仍然会有痛苦 他预言 直到他时间终结 天主的国 完全实现 那一刻之前 罪和死亡 仍然会继续 在世上出现 第三点 一点三 对邪恶的经历 要王保禄二世的话 痛苦 令到我们经历到 邪恶 就是Evil 的存在 到底 邪恶 是什么呢 要王保禄二世的话 邪恶和痛苦 是没有法子分开 邪恶 是似缺少了善 或者是善的变形 世界上 邪恶的临言 就好像 一块瑞士知识 上面的 小小个的洞 是负面的事实 完整的知识上面 出现了很多 小小个的洞 天主的创造 缺少了 它完美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可以称为 邪恶 所以痛苦 就是我们经历到 邪恶的存在 经历到人生 缺少了应有的善 比如 为什么我要戴眼镜呢 因为我经历到 一只或者两只眼 失去了应有的完整 所以我要用眼镜 去调整回我的 失去了的健康 肉身的痛苦 有很多种形式 肥骨折 鼻塞 鼻塞 头疼 心脏病 癌症 癌症 疲倦 消化不略 消化不略 精神上的痛苦 也包括心理上 或者情绪上的烦恼 比如失望 挫败 情绪低落 忧虑 悲伤等等 精神上的痛苦 在显微镜下 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 痛苦 是其中一个方法 令到我们经历到 邪恶的存在 它破坏了 天主做我们的时候 给了我们的善 就为人之初 性本善 第四点 1.4 认识我们的有限 任黄保六二世指出 我们有时受到考验 结果是来自人 错用了自由 自己或者其他人 作出坏的 或者错误的决定 其中包括 逼改他人 战争 罪行 贫穷 都是令人痛苦的形式 也都是自己 或者其他人 都需要负责的 这些邪恶的根 可以说 是来自人类的 仇恨 愤怒 报复心 野心 无知 贪心 等等 有时我们受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什么事情 或者什么人 被我们带来痛苦 受苦 是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没有法治 完全控制一切 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事实 有很多 我们都控制不了的 我们不想受苦 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 痛苦本身 就是一个事实 我们本性就是受造物 生爱就是受造物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 适应有限的人性 和他所带来的一切 第五点 1.5 受苦的世界 如果王保禄二世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 痛苦本身 是一个世界 痛苦的世界 和我们所处的世界 是共存 如果我们将 每一个所受的痛苦 摆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 很大的痛苦的世界 于是 这个特殊的世界的 一小部分 都成为我们 身体的一部分 有时 我们感受到 有时 已经扩散到 别的地方 换言之 痛苦 已经植根 在我们之内 我可以说 我觉得很痛 接着 我们会问 为什么是我呢 我怎么可以 承受得起呢 甚至会问 我还有没有值得 继续生存下去的价值呢 不过 我们可以在别人身上 找到支持 和帮助 因为没有人能够单独 承担 这么大的痛苦 结果 我们会在受苦的人群中 找到一些同样经历的人 在他们中 找到安慰 虽然最后 我们都必须 单独地面对一切的考业 教宗特别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团体 又一起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里面 我们为自己 或者为别人 都曾经带来一部分的痛苦 因此 我们不应该否认 在他们当中 实在存在着 邪恶 如果我们有信仰 和理智的光照 我们会明白 痛苦 是来自邪恶 自己本身的 和别人的邪恶 所以教宗说 生活 就是受苦 一个我们人人 都要面对的事实